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是泵头 扣壳 支架 泵管 然后减速箱 直流电机 由这几部分组成 这款产品的安装方式有底板安装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款就是底板安装 还有就是纸板安装 纸板安装和底板安装的区别就在于 纸板安装是在这个面上 需要穿板在板筋上打穿板孔的 然后穿过去之后 在后面这块竖直的板子上面 有伸出来的M3的内嵌螺钉 有四个 具体可以查看我们的技术数册 现在我拿的这款是12伏直流电机的 正极接上电机 后面端子为正 腹级接上端子为腹 此时泵就开始工作了 那么我们可以听到相对来说 直流减速电机的蠕动泵 噪音要比附近电机的高一点 这个噪音主要来源于 减收箱发出的声音 但是它跟附近电机的优点又在于 它控制简单 附近电机呢 需要做相对来说 复杂的控制电路板 而直流电机的控制 就是一个12伏或者24伏电压的开关量 我们现在接上管道 来直接体会一下 体验一下它的流量 因为这款产品 现在所使用的管道内定比较小 因此呢可以看到 液体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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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比较慢 我们在选择泵管的时候 遵循一个原则 泵管越细 精度越高 泵管越粗 精度越低 当泵管越细的时候 精度相同时间的单位里面 一定是泵管细的流量小 时间加长 整体上的精度会优于 高于 粗泵管的流量 现在我们演示的这款 是小泵管的流量 客户在选择中 也可以选择 泵管粗一些的流量 具体查看产品的技术 文档 乳毒泵呢 相对有一个优点 就是可截止性 当它停下来的时候 例如我拿掉电源 停止 大家看到 这个液体 我清爽是爽不出来的 它代表了可截止 不会回流回去 也不会再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此时泵轮 压死了泵管 好 再让它工作一下 那么客户如何选择 适合自己 这个乳洞泵呢 这里面呢 有几个因素 因为我们提供的 KCS这款产品 有固定电机的 有直流电机的 有大流量的 有小流量的 相对流量来说 主要由 六转子和三转子 来确定 转子受越少 流量越高 在相同条件下 所谓的相同条件 同样的电机 带动到三转子 或者六转子 那么一定是三转子的流量 大于六转子的流量 这里的转子 讲的就是 在泵纹上 安装的这个 白色的 转子 那么三转子和六转子的 区别又在哪里呢 这里呢 有一个叫脉洞的 技术 此语必须入进来 什么叫脉洞 当泵轮在 碾压着泵管 推动的时候 前一个泵轮 碾压过 第二个泵轮 紧接着又跟着 那么两个泵轮 两个转子之间 就会有 液体的间隙 推送出来 转子越多 它的间隙 就越多 间隙就越小 转子越少 相对来说 一个转子和另外一个转子 在碾压的过程 留给泵管 自我恢复的空间就比较大 它就能够 吸更多的液体进来 因此呢 转子越少 在相同条件下 转子越少 流量越大 在相同条件下 转子越多 精度越高 流量越少 这是我们在选转子时 所注意的 不是说一定要选择 六转子 满足你的 进样吸液体的需求 就是最合适的 那么中数以上 就可以理解 我的条件是什么样的条件 需要什么样的设计 如果说就是简单的 传送液体 精度也不高 那么 优先选择直流电机的 如果说精度要求很高 还会涉及到正反转 或者说是 经常是一点 一滴 精度比较高 那么 请选择 不进电机的 好 今天我们就讲这么多 希望所讲有所帮助